大直房屋倒塌第四天 雙號戶最新屋況也曝光了 這間車庫牆壁瓷磚 鞋櫃旁的地板多出好幾道裂痕 還有從工地延伸出的 馬路接縫處軍列 但對受災戶來說 至少能短暫回家 出動購物車 推車來帶走家當 因為11號就是星期一 要開學 要上班 我是輻射器 所以我要把人台工具 像什麼都要拿出來 對啊 拼很久的拼圖 對對對 就是有一些回憶啦 然後或是朋友送的東西 還有這位出租四戶的房東太太 忙著張羅租客 補貼給他們一人一千元的紅包 很驚訝 蠻開心 就是也不是房東太太的問題 就是建商意外嘛 10號一早 基態建安工地 灌將甜品完成 再進行管線作業 一弄南側雙號已經有水電瓦斯 一弄單號以北 還有一週才會有瓦斯 剩下就要等結構祭司公會 來安全評估報告 交給都發局後 再來決定是否讓雙號住戶回家住 如果安全的話 我們如何架設 這個從我們道路到 我們現在二樓的 這個樓梯間的窗戶的入口 是不是可以把它這個破壞 打成一個更大的入口 然後能夠用站道來銜接 那麼由安全的人員 由我們救災的人員 來進入 協助住戶進入來取物 也就是說單號戶還要再等等 清協建物杜發局也將討論 研議要拆除 至於安置戶數200零一戶 其中大直街94項一弄 雙號部分安置43戶共101人 根據老姐63人願意回來 38人不願意 畢竟看到房子對面矮一截 這陰影真的難以抹捏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